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适量的睡眠是很重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对于一个健康的身体来说 晚上八个小时的睡眠就足够了 然而你必须自己去判断你的身体需要的睡眠时间 你正在做对你身体强而有效的强大改变 有时身体有较高的能量 你会比平常需要较少的睡眠 另一方面 当你在改变某些生活习惯时 身体也会需要额外的睡眠来适应改变 有很多人告诉我 他们晚上睡得不好 我的个人经验是当我睡觉时 睡觉的方式和上床的态度都会影响到我的休息 这些因素也决定我所需要的睡眠时间 和早晨起床时 感觉到这次的睡眠到底有多好 比如说 我发现养睡是最舒服的 我也喜欢早睡 当在晚上九到十点这段时间上床睡觉 我似乎睡得比较好 我留意到 当我晚上睡得比较晚 而尝试白天多睡 睡醒时 我仍然觉得很累 对我来说 白天睡觉和晚上睡觉是不一样的 而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上床前的态度 当我上床时感到和平 我似乎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充分的休息 而如何能够得到最好的睡眠 全由你自己来做决定 你必须去尝试找出自己是否喜欢养睡 喜欢睡硬床 暖床 或者是水床 有一点对所有人都是对的 那就是你必须长期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 这样会令你保持心情愉悦 第四天的功课 今天晚上确保你有八小时的睡眠 今天祝福所有你吃的和喝的 今天晚上确保你有八小时的睡眠 今天祝福所有你吃的和喝的 今天晚上确保你有八小时的睡眠 今天祝福所有你吃的和喝的 肯定语句 我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深沉 很平和 我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深沉 很平和 我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深沉 很平和 请记今天信守承诺 祝福大家 在每时每刻都可以活在 爱感恩跟喜悦当中 我们下一刻见 我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深沉 我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深沉 我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景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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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